直视口念 说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上者 尽一生之心受 为念佛名 这个人念佛 你一辈子 他就念一句佛号 下者尽一念 皆可往生 我们见到 确实有很多很多 念佛人 多半是什么 多半是乡下的 老阿公老阿婆 他们不认识字 也没听过经 他一天到晚 只晓得念阿弥陀佛 临终往生的时候 锐相细有 欲知实至 有很多不生病 舍走就走 还有站着走 坐着走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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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一三年佛 甚至他不会念进 就这么一句佛号 早年 早年第一嫌老后生 那个徒弟 郭露酱 大家知道 这个故事 是 是 谭虚老法子 早年 就是在香港 讲的 我听到的是一个 录音带 老法子在福气里面 讲开始的一个录音带里头 讲了几个故事 我从录音带上听到的 老法子只教他 这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叫他一天到晚 就念这句佛号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念 所以他一点压力都没有 念了三年 欲知实志 站着往生 这个人没念过书 不认识字 一次经没听过 他为什么那么坚定念佛呢 他自己 这个真正感受到 人生太苦了 你想想看 他那时候四十多岁 没有念过书 什么样技术能力都没有 学了一个补锅补碗 那很简单的一个手艺 生活非常非常辛苦 每天跳这个小担子 到乡村里面去走 有没有人家碗打破了 锅打破了 把它补好还可以用 干这一行的人 我小时候解骨 农村里面 一年总会来个两三次 次数不多 从那边经过 有没有锅啊碗打破了 他帮你补 现在没有了 这个行业没有了 所以 他是真正尝到苦头 生活太苦 第一线老法师 是他从小 他们同乡 一个村庄长大的 看到他出家了 出家还不错 有吃的有住的 生活和过得不错 所以就想跟他出家 可是出家也很有条件 你出家每天 寺庙里的五堂功课 你要不会 那你在这个寺庙里 无有立足之地 他真的学不会 学讲经 有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随地老 没法子 从小嘛 小时候同伴嘛 不能不照顾他 给他剃了头 在乡下找一个破庙 没人住的 叫他去住三病 一个人住个荒庙 就教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 你就管老师念 这个人好 听话 老实 听话 真干 他就成功了 那他就这么三个条件 成功了 三年成功了 地牢对他非常赞叹 讲经的时候 常常引他做例子 三年时间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人 不可以小看他 或者没人瞧得起他 走得那么风光 走得那么自在 潇洒 叫人看到 羡慕 这就是 实际家的 上者 上经 一行 这是上者 画一样的 这一样的